大家好,我是国外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 像光大证券、中信证券、国创金控、中金公司 新业证券、西南证券等等 那么谁有望会成为证券板块新的龙头个股 好,首先对于证券板块呢 今天是属于严重分化的 那么后面又会怎么去看 咱们从两个维度 第一个呢,从指数的维度 第二呢,从个股的维度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金融方向 今天证券板块指数的表达 那么像证券板块指数的话呢 今天给出的是一个被包含的一个开线 最高没有突破上周五的高点 低的话呢,也没有跌破上周五的低点 而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被包含的小阳星 好,这是证券指数的表达 那么对证券指数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个人的观点保持不变 这个呢,第一 从中长的一个角度来讲 那么证券方向个人是检定看好的 这是第一个,这是从中长 好,那么从短期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当前它确实是反弹乘压 这个乘压的节点的话呢 是对于1962点以来的这样的调整 它逐渐30分钟中枢延伸 30分钟中枢的下沿位置 是它的一个技术的压力位 或者是几度乘压 均线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144年局限也是有所沉压 所以说呢 它本身对于证券板块的一个定位 当前的这样的行情或当前的这样的走势呢 它就属于超跌反弹 超跌反弹 沉压 沉压过之后呢 进入这样的一个增浪和修整 增浪修整的一个层面 目前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修整当中 既没有 没有向上进一步的突破确认 那么向下的话呢 它也没有车上新低 当前的话在这位置 进入一个新的增浪俱进 好 这是证券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从中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 个人认为 那么呢 在年内 不排除再度出现类似于这样的行情 只不过呢 眼下还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切记 就是呢 不管是从政策层面 还是从资金层面 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这是什么条件呢 要么 例如说在2018年年底 好 对应的 当时的话呢 一个是国资委辞职优势 然后呢 整个股市出现超跌 跌跌不休 跌了整个一年 那么一个是 2018年10月份开始 国资委辞职势 再次的话呢 政签会欢帅 然后的话呢 好 当时像一亿操作 会赚钱 满场干的人上台 然后的话呢 虽然包括呢 当时为整个 科创板进行铺路等等 招式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他是缺乏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一些事件 或重要的一些政策 推动的 所以说呢 更多的是一种轮动 就是当金融走强的时候 可能体财偏弱 或者当体财走强的时候呢 当金融分化的时候 可能体财 有些资金分流 当前属于这样的一个结构式 或者轮动下的行情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的态度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态度 就是反弹向上 如果说没有增量 那么呢 向上 一时半会走不太远 可能还要会面临新的震荡 那么回撤的话呢 对应了他只要不出现 极致的数量 回撤下来 反而对应新的机会点 小的回撤 小的机会点 大的回撤 大的机会点 好 这是对于证券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呢 我们眼下来看的话 140零区线一年成压 那么呢 当前可以把它作为 例如说在上周五的低点 好 1529 然而呢 以及在5月28日的高点 可以把它作为呢 作为一个新的震荡区间 来进看待 好 这证券指数 然而我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 今天呢 是属于一个明显的分化 分化的例如像 光大 中泰 国盛金控 南京 证券 走的稍强 其中最强的 日内最强是光大证券 而对应的话呢 像相差股份 对应呢 是属于明显的回落 而且呢 下跌5.83% 而且是属于连续下跌 那么像西南证券 包括了拆达证券 金融股份 好 那么 讲到这块 咱们来去 重点进行解读 首先呢 像相差股份的话呢 它作为前面的证券板块的龙头 那么当前的调整当中 本身呢 到了140年均线 到了一个技术关键位 只不过呢 它有一个解禁的利空 所以说呢 它当前没有止跌的痕迹 而是那个一笔下的延续当中 不断的给出新低 而且这个企业的规模 还是比较大的 企业的规模的话呢 达到4亿888.27万股 所以说呢 对它的这样的一个杀伤力比较重 好 这是相差股份 好 再者的话呢 像西南证券呢 对应了它作为上周五 唯一的 涨停板的个股 那么今天的话呢 直接低开回次 不过呢 对于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只要说回踩靠近武军或靠近 140年军线 是可以用手柄绝经的维度 用低吸潜伏的一个视角来把握它的一个反暴 或者是把握它的一个轮动来去看待的 好 这是西南证券 好 那么咱们结合了列说 像 回到咱们本节视频的主题 那么像光大 中信 国胜 中金 新业 西南 谁有望成为新的 证券方向 新的龙头 那么个人的倾向的话呢 就是对于任何一个板块 任何一个方向 那么对应的龙头个股 和一般性的个股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咱们来举个例子 其实呢 对于证券板块来讲 那也说我们来看 像光大 证券 它是走过 曾经走过证券方向的 这样的腰股的 好 那么它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从11干到31的位置 相当于直接呢 翻了三倍 好 但是呢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看2020年的6月份 到2020年的7月份 一个月的时间 三倍上涨 从10块钱涨到 好 从11块钱涨到31 那么对应的 像证券板块指数的话呢 那么在2020年的6月份 到7月份 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好 2020年的6月份 到7月份 它的一个涨幅 我们来看 指数的一个涨幅的话呢 也不过 仅仅达到 达到45% 指数涨到45% 龙头或者是 阶段性的龙头 它直接奔了三倍而去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阶段性国胜金控 那么国胜金控的阶段性 也走出来这样的一个 好 从低到高 对应的话呢 它也是达到了 接近70%的涨幅 8个交易日 好 这是2020年的11月底12月初 那么对于 增券板块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在当时这个时间的话呢 基本就没有明显的一个持续的上涨 所以说呢 对于任何一个方向 任何一个板块龙头的话呢 它具有一定的光环作用 但是当时证券板块呢 实际是缺乏龙头个股的 缺乏这样的风向标 缺乏这样的风向标的话呢 那么风向标的参与呢 有两种环境 哪两种环境呢 第一种环境是属于 已经走出一个小的高潮 列说 一群涨定百之后 然后呢 从数百到二百 从二百到三百 这样的晋级 那么晋级到三百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叫做三百定龙 如果说只有一只三百的股票 那么它就是龙头 如果说两只 那么三百的股票还要继续晋级 那么进行淘汰赛 但是呢 它的晋级的程度越高 它的龙头作用 龙头的地位越确定 但是呢 如果说整个板块的体材作用 强度没有那么强 它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又越大 这个越大什么呢 如果说一旦整个方向 没有那么大的强度 三百有的 它能够晋级四百五百六百是更高 也有的话呢 可能三百到四百就结束了 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个极低 列出呢 像曾经轻能源方向的雪人股份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么三百定龙 有没有成定呢 没问题啊 三百定龙 它是唯一 当时唯一的三连三连百的股票 而后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三连四成功 然而四进五的时间里面呢 是属于没有成功 然后呢 没有封板 从高回落 而后出现了几次几跌 反出一次 好 跌到一百四十年均线 但是呢 这是一种环境 另外一种环境的话呢 是属于 这叫什么 这叫做晋级淘汰赛的一种 就是对龙头的一种 一种态度 另外一种的话呢 是属于 哎 整个板块消息呢 在资金各种尝试 还没有 就是原先的龙头倒塌 新的龙头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的话的 这种尝试 它的一个试错的 就它的一个机会成本 相对来说要小 就它的一个代价 要算得小一些 但是它的确定性 要说也要差一些 但是呢 结合当前的环境来讲呢 个人认为像光大证券 首当其重 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光大证券 今天呢 首先从日内来讲 证券方向 今天光大证券表现 是属于最强的一支 它是有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增量 而且的话呢 它当前是收在了 一百四十年均线上方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它是有这样的 一个消息提倦 这个消息提倦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 已经通过 或者是唯一 关于中信和光大 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 这样的申请 那么它 往更简单去讲的话呢 像成立金融控股公司 这是02年就开始的 一个试点的 一个项目 或一个方向 但是呢 到现在才落实 那么说的更直白一点 例如像光大系的 像光大证券 光大银行 以及呢 相关的 那么呢 它有可能会打通 这样的一个金融 航母 全牌照经营 好 那么说中信旗下的方向 中信证券 中信银行 包括了中信信托 包括了中信 保险方向的 那么它有可能打造 全牌照的这样的一个精英 然后的话呢 有这样的金融航母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在 所以说呢 当前 那么呢 像光大证券 个人认为呢 它是 在没有新的 龙头确定之前 那么这一次个股 是属于 在我看的 当前排序排的第一位的 也说它是属于潜力最大的 而且呢 这一次个股 从它的一个技术表达来讲 那么它也是处于 严重潮流 从31跌到15块钱下方 然后呢 虽然底背离 反弹 反弹的话呢 两次 一次 144年军业成压 二次 144年军业成压 回一次 然后再向上 今天呢 它就站在140年军线上方 后面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咱们前面的一个 像咱们昨天晚上 的时间给它讲 像光大 证券 中信 证券 赢来利好 后面会怎么走 那么今天的话呢 它的表现呢 从残忍视角来讲的话 它就属于这样的位置 生成一个中枢 中枢之后呢 这天那种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目前位置还不能思维走完 如果说 像左墙的话呢 可以延续持续往上 持续往上的话呢 那么后面观察的是 53 能不能上升 这样的一个多多排 多多排列 而后的话呢 也让它均线向上 这是一种 祖声或者是驱使的走法 另外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没有 持续高个猛进 而是村高处 真的回撤一下 只要不破 五分钟中枢上延的位置 它又会对应新的 分钟级别 300的机会点 300的机会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140年军线的位置 又会做一个新的观察点 只要说呢 例如说五军的位置 就是它只要在五 在五分钟级别 中枢上延的位置 只在16块7 结果呢 回撤不破16块7 它依然是新的买点 好 这是光大证券 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像中信证券 那么中信证券的话呢 今天的表达呢 要比光大稍弱 也有 一 从资金角度来讲 今天它是存量的 那么光大呢 就属于明显的放量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光大今天占上了140年军线 而它呢 没有占上 还处在140年军下方 好 从技术表达来讲的话呢 当前应该是属于 上方140年军线承压 以及上方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下沿承压 好 那么这是对于中信证券 哪个 技术 跟踪 那么它当前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新的 例如说回撤 反仇 再进行回撤 也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中 输 而后呢 在期待相当主 离开段 离开段走得强的话呢 那么好 冲破一下 140年军线 回撤不破 又会成为新的 分钟级别的 300的机会点 如果说的没有冲破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中高再回撤 那么它可以 延续中枢延伸的 一个跟踪视角 好 这是中信证券的 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像国盛金控 中金公司 新业证券 怎么去看呢 好 那么国盛金控的话呢 它的一个走法 第一 它近期是经过 这样的大超过了 经过这超过之后呢 当前它不太容易 成为新的龙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它当前的走法呢 其实近期的 表现来讲 它是非常明显的 是轮动的 震荡的走法 区发远续性 手摆之后第二天 冲高回落 好 震荡一段时间 回撤 手摆之后 冲高回落 好 高开低走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深度调整 或者是回撤之后 好 那对应了 它的一个走法呢 当前是采盖 在一百十十年军性的位置 又说呢 以一百十十年就是分界 线上的话呢 只要说回撤不一百十十年军性 那么呢 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点 但是呢 用低息高抛的维度 也就是说呢 阴线回撤一百十十年军性不破 作为一个潜伏观察点 那么破的话呢 及时的离场或者是认错 那么如果说反弹 对应了有这样的一个反暴 强反暴 则流入了反暴则去 好 这是果胜金控的一个态度 后面它可能还会存在这种轮动 就算冲高 回撤一下 回撤阴线过之后呢 还会有反复的这样的一个 用重震浪 低息高抛的个度来进去看待 即可 好 这种果胜金控 然而像中金公司 那么对于中金公司的态度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讲了多次 它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是什么呢 好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小的中枢 小的中枢的话呢 这是一个线下的攀承下跌 攀承下跌的话呢 对应的 它反弹的力度比较强 直接突破了上一个中枢 那么回落 不破这样的中枢的位置呢 都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二三百的一个冲合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期待 它形成一个以 近期的前低 作为新的观察点 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一个 期待一个新的 中枢组定 然后再向走低开段的一个走法 它的前所有的前提呢 建立在 只要不破这样的中枢上沿 那么这个期待呢 是大概率的 如果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它的做法呢 就会转弱 好 对应的话呢 它的一个技术关键位呢 就是五十四块五的位置 好的 中金公司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 像新页证券 新页证券的话呢 对应的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 视角今天最低 又是低开高走 最低的话呢 跌到了九块零毛五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观察视角呢 那么九块五的位置 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关键位 可以把九块五呢 作为一个 前面呢 讲了一个视角呢 可以把它 我在我个人看的九块五呢 是一个调整的极限位 因为呢 一他作为中枢 作为前面在哪个平台上演九块五 附近 第二的话呢 从充马的角度来讲 九块五是充马股 九块五下方 八块到九块五 这个区间呢 是充马密区域 而且呢 作为一个强支撑区域来进看待 所以说呢 九块五附近 只要不会九块五 他反而是一个 个人认为是一个低息的节点 那么反暴如看力度 力度强 那么调整一下前高力度弱 那么反暴冲高上去 见到阳线 见到明显的反弹 那么就是卖点 好 这是新冶证券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刚才西南证券的话呢 已经解读过 西南证券的话呢 当前用手板绝肌的维度去跟踪即可 就是可以把它作为 好 手板涨停 涨停过去回车 回车的话呢 靠近五军 把握他的一个 可以用潜伏的角度 然后后面呢 如果出现反暴 强反暴 什么叫强反暴呢 强势涨停 不开板 强反暴则留 那么不宜价 弱反暴冲高了 不能连板 不能不能涨停 那么即为弱 那么对应的 即时只赢即可 好 那么下方的话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以及涨停 期上的位置附近 作为一个原则之损的 一个参考线 好 这是新南证券 所以说呢 中上所述 那么当前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在修缠看来 好 光大证券呢 是比较有潜力 成为新的一轮 争券方向的龙头个股的 当然了 后面的话 如果说出现新的一些变化 或者新的政策 或者新的一些驱动 那么呢 以市场的一个表达为主 就是呢 我们跟踪的时候呢 第一个 如果说 第一个板块来讲 出现涨停潮 然后手板进200 200进300 市场会做的选择 最终 站立的 那个就是龙头 就是前面 一进二 一部分 一部分 涨停板倒下了 从手板到200 可能是刷 刷出去一大批 从200到300的话呢 也只剩下一个两个了 如果只剩下一个 他就龙头 剩下两个的话 继续淘汰 好 但是呢 越往后 他淘汰 他的确定性 最终他就百分百是龙头了吗 他就确定是龙头了 但是 当他的一个 已经消化足够的空间过之后 再往上 他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波杀的一个区间了 所以说呢 当前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标的话呢 那么当前 是 试错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风险点 相对来的小一点 但是呢 我们要不断的去跟踪 好 这是当前给大家讲的一个内容 后面呢 咱们会持续跟踪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